芯片是什么东西? 光芯片一般指光子芯片 研究人员将零化音的发光属性和硅的光路由能力 整合到单一混合芯片中 当挤零化音施加电压的时候 光进入硅片的波导 产生持续的激光束 这种激光束可驱动其他的硅光子器件 这种基于硅片的激光技术可使光子学更广泛的 应用于计算机中 因为采用大规模硅基制造技术能够 大幅度降低成本 英特尔认为 尽管该技术离商品化仍有很长距离 但相信未来数十个 甚至数百个混合硅基光器会 和其他硅光子学部件一起 被集成到单一硅基芯片上去 这时开始低成本达批量生产高级程度硅 光子芯片的标志 光芯片和传统硅芯片区别 自从以美国为首的五眼聪明在 全球打压华为以来 华为在国内的知名度就直线上升 华为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国人的神经 凡是与华为相关的信息 很容易就能上头条 这两天又有一个新闻刷爆朋友圈 就是华为要自建芯片工厂 一时间赞誉华为的人无助 但华为真的要放弃 与台积电合作 自建芯片工厂吗 自从以美国为首的五眼聪明在 全球打压华为以来 华为在国内的知名度就直线上升 华为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国人的神经 凡是与华为相关的信息 很容易就能上头条 这两天又有一个新闻刷爆朋友圈 就是华为要自建芯片工厂 一时间赞誉华为的人无助 但华为真的要放弃与台积电合作 自建芯片工厂吗 任正非接受英国媒体BBC采访时说 我们在英国爱丁堡 布里斯托 利普斯维奇都 建立了研究中心 最近在建桥要建立一个光芯片的生产中心 我们知道 芯片是一个科技含量非常高 涵盖范围非常广的产业 任正非所说的光芯片工厂 与我们熟知的 芯片工厂并不一样 光芯片主要应用于通信行业 是通信设备系统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而我们常说的芯片是硅芯片 属于半导体行业 比如CPU 存储 闪存等 因此 华为所建的光芯片工厂 只是为了加强自身 在通信设备领域的优势 并非是要脱离对台积电的依赖 华为海思 最让外界熟知的还是硅芯片 海思研发的麒麟系列芯片 常年仅更先进 芯片制造工艺制成 预待工具投台积电 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如果说华为要放弃台积电自建芯片工厂 即无 必要也无此能力 因为半导体芯片是一个至高度分工的行业 除了设计和制造 还有时刻 封装 电测等环节 并且芯片制造 投资巨大 目前除了台积电和三星 有能力量产7纳米制成外 其他芯片代工厂商 都难以承受高端制成上的投入 华为显然不会这么干 华为之所以大力度不惜投资 研发光芯片就是为了 解决芯片短缺问题 按照目前进度 光芯片离量产越来越近了 到时候美国制裁将以失败告终 感谢观看